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璀璨文明,历经数十个朝代,而清朝就是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,大约有三百年的历史,身为皇帝,历来拥有数不清的权力与责任,包括对后宫规则的制定与掌控,讲历史故事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关注繁华五千年,在清朝历史上,对妃嫔事情有着严格的规定和惩罚措施,后宫事情规矩,妃子只有一炷香时间,谁有资格整夜,与此同时,如果违反了规定,不仅仅会遭受冷落,甚至严重者会连累整个家族灭亡。 据记载,清朝在事情规矩中有一条维,妃子事情只有一炷香时间,只有皇后有资格整夜,那么清朝为何会设置如此严苛的公妃事情规矩呢?皇帝又会真的遵守吗? 严苛的事情规矩,据史料记载,清朝后宫中有一个机构名为靖世房,这一机构的主要职务其实就是为皇上选择妃嫔事情并管理事情流程。 第一部,翻牌子,现如今,清宫类电视剧,小说创作越来越多,在其中必不会缺少的一项就是公妃事情,每天晚上皇上吃完饭后,都会有一个太监手里捧着一个托盘,托盘里有许多写着后宫妃嫔的封号。 来宫皇帝挑选 事实上,在历史上一直流传着后宫家里三亲的说法,虽然并未达到如此数量的程度,但也人数众多,因此设立挑选的规矩也是十分重要的。 捧托盘的太监便是静室房里的,这牌子便是绿头牌,这绿头牌就是为了挑选才制作的,非品等级不同,牌子制作时所用的材料便不同,等级越高,材料越好,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皇后的制作材料是独一无二,最好的。 每晚城上的绿头牌有着严格的摆放顺序,不可随意更改。 但仍有一些非品会贿赂太监,让其将自己的牌子放在同等级非品种的前列,以期望能被皇帝优先看到。 太监端上去时,皇帝如果想进后宫,便会选择一个心仪的牌子,把它翻过来,表示,今天要去这里。 如果国事繁忙,便会让静世房太监拿走退下,皇帝如果太久没有进入后宫宠庆嫔妃,静世房太监也要起到提醒制责,请皇上翻牌子,您已经许久不进后宫了,要是您今天再不翻牌子,太后一定会怪贼奴才的。 第二步,将被选中的非品送至皇帝请宫。 在皇上翻完牌子后,便会通知被选择的非品,随后便是沐浴、梳头、更衣,在去往皇帝请宫时,非品不允许身着衣物,而是由人拿着棉被将其包裹,再由静世房的驼妃太监将非品扛起送至请宫,放至床上等待皇上的临幸。 而在非品来之前,皇帝已经在请宫中了,此时静世房太监及其他太监宫女应从房内退下,并留人在门口随时听屋内吩咐。 第三步,点箱,这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步骤,主要目的是为了计算时间,静世房太监退下后需要留在门口守着。 听着房内的声音,并且还要燃起一炷箱,计算时间。 清朝时,非此事情只有一炷箱时间,一炷箱是现代意义上的半个小时,也就是三十分钟,事情时间需要严格把控。 在一炷箱即将燃尽时,如果屋内没有皇上让太监宫女来伺候的声音响起,这个时候就需要静世房太监高唱,是时候了。 这是,如果皇上并未停止,隔几分钟,太监会再次提醒,直至将非品带走。 如若三次仍未停止,那么就会请皇后过来制止。 或者直接进入,将非品卷好被子抬走。 而这些事情内容都会记录在册并按时交由太后审约。 而在事情时间上也有例外,那便是皇后。 皇后可以在皇帝的寝宫中留宿一整晚而不被提醒或强制结束。 甚至,在帝后大婚时,皇帝可以连续三日待在皇后的寝宫昆宁宫。 皇后的身份地位与后宫非品不同。 按照民间百姓的说法,皇后为正妻,在祖谱上也应与丈夫并排。 皇后作为后宫之主,帮助皇帝管理后宫,有着诸多特权。 与众不同的事情时长只是其中一项。 皇帝翻牌子虽然是按照心情选择。 但清朝仍有规定,每月初一,十五,皇帝应与皇后共度整夜。 而在事情过程中的最后一步,就是向皇帝询问是否允许该妃嫔留有子嗣,皇帝的子嗣是非常重要的。 它是皇位继承和后宫是否安稳的决定性因素之一。 在我国历史上,嫡长子继承制持续了较长时间,也一直是主流制度。 在努尔哈赤建立清朝后,最初也是按照嫡长子继承的想法,将楚英按照王位继承人来培养。 因此,竟是房太监每次在妃嫔事情结束后都需要问,皇上,留还是不留。 如果妃嫔不在皇帝等人的允许下,私自留有子嗣,不服用避孕药,便会受到严厉的处罚,甚至波及家族。 在这其中,等级低下的妃嫔即使怀有子嗣,也不允许自己抚养长大,而是交由高位嫔妃或者皇后抚养。 侍寝的全部流程就是如此,而除了这几方面,还有一些其他的严苛规矩。 如妃嫔在侍寝时,不可以发出声音,这是因为皇帝的特殊性,也是为了太监在门口可以听到皇帝的吩咐及时应答。 如果妃嫔发出声音,竟是房太监便会进入寝宫将其带走。 更有甚者会被打入冷宫。 还有妃嫔被靖世房驼妃太监放到龙床后,需要从皇上的脚边爬到床头,不能直接躺在皇帝身边服侍,这也就是所谓的钻龙床。 结束时也应爬到床尾处,再由太监裹上被子将其扛回妃嫔自己的寝宫。 诸如此类的规矩令人迷惑,那么清朝的皇帝为何会遵守如此多的规矩呢?为何制定这些规定? 设立起因。 其实,清朝时的这些事情规矩在史料中都是有迹可循的,这些规矩在明朝时期便已经存在,经过清朝的更改。 经过许多年的完善才形成的,才演变成如今我们看到的这样。 这些规矩对于皇帝和王朝来说是有许多好处的,如以下几个方面。 一,有利于后宫稳定,在清朝,后宫妃嫔中的大部分都是大臣们的女儿,是皇帝用来制衡朝堂的手段之一。 从下途中,我们也可以看出,清朝妃嫔之中没有容貌过于出色的,这也是为了让皇帝可以做到不偏重。 翻牌子在设立之初,就是为了在这一原因,后宫中妃嫔们没有不希望能够得到皇帝的宠幸的,因此也会使出各种手段达到这个目的。 在《镇嬛传》、《如意传》等影视作品中我们也会看到宫斗的出现,这些都是真实会发生,一旦有人贿赂静世房太监,其他妃嫔知道这种途径也会这样行事。 辉赂太监只是其中较为平淡的一种,更甚有的会因为极度陷害他人,争个你死我活,所以将选择哪个妃嫔的权利交给皇帝是最稳妥的方式,也是最让人可以接受的途径。 后宫人数众多,每月事情是有着固定次数的,如果想要每个妃嫔都可以轮到,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轮到一回。 而皇帝也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,如果想多次宠幸某一个嫔妃,没有限制就会发生交房毒宠的情况,这样对其他妃嫔也是十分不利的。 而有翻牌子这一规定下,每次托盘上的绿头牌需要经过太后审阅,如果皇帝多次宠幸出皇后以外的妃嫔,就会受到制止。 这一规定也保证了皇帝的自主权,以及将雨露均瞻的几率大大提高了。 二,是为了皇帝的安全,皇帝是异国之君,说他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人也不为过,有许多人为了皇位便会选择刺杀皇帝。 历史上也有许多事例,最出名的就是荆轲次寝。 妃嫔事情一丝不挂地被裹在被子里也是因为这一点,如果妃嫔被收买,身上藏着凶器,在事情中行刺皇帝,这是十分危险的,这种方法可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。 另一方面,净世房太监,宫女会对妃嫔进行检查,如果其隐瞒自己生病而不上报,坚持事情就会受到惩罚,任何疾病都有传染皇帝的风险。 而妃嫔在侍寝时不能发出声音,也是为了皇帝受到危险,可以及时叫人保护他。 只有这些严苛的方式,才极大程度地保障了皇帝的安全。 三,截至,不为美色所物,不单于享受,皇上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,需要处理大大小小的国事,如果享受太过,知道了其中的乐趣,极易为此耽误处理正事。 净世房太监燃香祭食是十分重要的,皇帝的休息时间本就不多,更是需要良好的睡眠,才能保证一天的精神质量。 如果世锦时间过长,也会影响睡眠时间,因此需要多加节制。 其中,又因为后宫中大部分妃嫔都是朝中官员之女,如果偏宠某一位,其他官员大臣就会想,皇上莫不是更喜欢这类的。 那我也应该找一个这样的献给皇上才好,而这位妃嫔父亲的政敌,也会觉得我应该收敛些,皇上如此宠爱他的女儿,如果我再多次反驳,那我不是惨了,就像这样的想法,对于皇帝的统治,都是十分不利的。 在朝堂,有时正是因为官员们的不同想法,才会让一个国策更加完善,也应该有不同声音的存在,这样也证明了一个朝代有着更多的发展,它应该是包容的,而不应该因为某一位妃嫔事情时间过长,甚至享受到皇后才能拥有的特权,侍奉整夜所影响。 四,皇后的地位,皇帝的子嗣无疑是十分重要的,这也是皇后拥有的特权之一,子嗣是其极为注重的一个方面,如果皇帝子嗣不封,她硬劝皇帝多来后宫,或者为其选妃,在后宫中,皇帝的子嗣,无论是哪一妃嫔所生,都应该叫她皇额娘,这也是皇后地位的代表。 皇后不仅能侍奉皇帝整夜,每月也有着其固定的嗣寝时间,其余时间,皇后的绿头牌也应放在每晚嗣寝托盘上的第一位,这些也都是皇后尊贵地位的彰显,皇后也总有年老的时候。 在皇帝心中比不过新的妃嫔也是十分正常的,因此在后期,皇帝常常宁愿自己睡,但由于后宫规矩的限制,不得不在昆宁宫休息,这个时期的帝后之间的关系,只能称得上是相敬如宾。 清朝吸取了前代因宠妃误国的经验,制定了许多事情的规矩,但不想被束缚的皇帝也有许多,我们常常能在史书上看到皇帝微服私访,或者去行宫游玩,这就是皇帝逃避束缚的方式之一。 而皇帝在出宫时会带着自己的宠妃,或者在回宫时带回几位美丽的女子。 皇帝认为自己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,选择自己喜欢的有何不可,你有张良记,我有过强提,规矩是前几任皇帝制定的,不可随意更改,我出宫,去谁又能管得了我,这往往就是这类皇帝的想法,这种行为也是他们对事情规矩的不满和表达。